护理系今年的毕业生吴家蓁以优秀的学业成绩和实习表现 获得学业成绩低迷和实习成绩低迷双冠网的荣誉 在在学期间我参加学校的学习社群 就是透过与成员间的讨论 除了可以让他们进步之外 也可以让我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 学校老师除了教导我们专业技能之外 他们也教会了我可以利用同理心或批判性思考能力 系主任王雅荣指出大大学护理系自103学年度成立之后 一直秉持着全人关怀细心呵护缔造幸福的信念 培育优秀的护理人才并且以各大医院合作 推动实习的计划提供学生丰富的实践机会 我们在培养学生是依照 就是台湾护理学会订定的八大核心 那这八大核心当中 我常常跟学生讲的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 要有反思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终身学习的态度 那这些呢就会促进学生在这个历程当中 在实习的历程当中 能够反思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去教他们的一些学历 那应用在临床上 护理系重视反思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态度的培养 吴嘉珍同学学习积极认真 祝福他在未来的职场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大野人新闻刘新校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择